我告诉大家的是,张首胜在2006年就已经是中国有编号的军工 特务,发展他上线的人,决定的要求上线就是江年恒 就是王仁哥,就是徐永耀 他的最上层给他提供辩护的就是当年副总长熊光凯 都是上海帮 我看到有人推文说,这个有篇文章写啊 为什么他要自杀张首胜,说赔了钱了 然后自己的上市公司转出了个漏洞 然后自己内讧,这样人怎么能还活下去呢 我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常识 我告诉大家,你问问你自己的老婆,你自己的老公 他知道你百分百的秘密吗? 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和被培养的专业间谍 会把秘密告诉自己的爱人吗?会告诉自己的儿女吗? 像他这样的人,张首胜这样的人,他的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 张首胜还告诉你一个所谓的外外人,我是间谍 我是中共培养的海外的科技间谍,国家一等功臣 你有什么资格说的话?王健死了,有人说是他心脏病 他老婆不说,他哥不说,你们来说 这不是共产党愈弄天下,愈弄老百姓最愚蠢的做法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切口号,刘少奇干了什么坏事 邓小平干了什么坏事,全国都相信 最后把他弄成那样 今天这张首胜和海航的王健和中国的官员被抓以后 哪个不是党媒、共产党决定了各种标准 凡是传播这些信息的,你既没有资格,你更没有智慧 如果大家去看去听,那就太愚蠢了 我告诉你们,我见过张首胜三次 我在哪见的?第一次,我从来没说出口过啊 这在美国说是承担法律风险的 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地方,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楼上 中国二部的一位领导 和一位副总参谋长 一位参谋长 安全部的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 我当时被邀请去,是谈什么 我是那个奥运会啊,因为当时是把楼还给我了 这个我那个楼是奥运会,习主席是整个奥运这个小组的主长 副主长其中包括了旺汽山啊,还有刘琪 盘古大楼是其中安全保护的重点上 我说让我通知这个奥运安保的事宜过去 到那儿,有四个从外面来的科学家 其中包括了张首胜 但是给我介绍的时候并没说这张首胜 谈完以后 有人告诉我,文贵 你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的人了 你要回去填入党表格 我们将改造这个世界,记住改造这个世界 我们做的是人类上千说未有的事情 我回去后,当领导找我谈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入党 我也加了这个组织,第一,英语不好,文化程度不行 我另外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可能,你没注意到,本人在八九年 五月份时候被河南铺一样的情风险 坦叔叔给关过了二十多个月 这个被关过的历史,你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根本不配当党员 另外,刘志华的事情,各种说法都有 我说我现在是党内多少人恨的人 我说,很多人给我一吃饭说 哎,哥们儿,这没按摄像头吧 我说我不易加入 人家听完以后说,你说这我都知道 但是你还一个好好考虑考虑 组织上都可以还是考虑你加入 你有这各种条件,适合干这个 当然了,我没有加入,我加入我早死了 第二次见面 就是北京内部颁发 就是曾经要给我发 一等功的时候 张首胜先生 当时也要再调一台国宾馆接手 国家一等功 我在以前的视频说过 我拒绝了,我不去 两岁都跟我都没去 当时谁发?习近平副主席 让我震惊的事情 那次党政军政法安全情报机构 全面出席 第一个被办法的是谁知道吗? 刘长乐 凤凰卫视 第二个被发的是什么? 加开马 第三个被发的是马化腾 第四个就是任正非 第五个就是张首胜 三十个人都是国家功臣 秘密办法 国家一等功 如果张首胜家的妻子 儿子女儿看到这个视频 我想告诉你们 我跟你们家无仇无缘 我非常羡慕看到你们家人 我真的是很纠结要不要说 我相信你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那个规矩明确规定 很多人是发给你 让你照个照片 人家再说回去都不让你拿回去 有些事要你拿走的 这是党内发这个奖的特定 这个东西发给你 就是国家免死令了的等于 就是免死令啊 习主席几次讲过 发这个东西就是免死令 在发这个现场 给大家发第二个奖金的 其中就是王恩格 就是江绵恒 还有社科院的院长陈奎元 大家想什么了 张首胜能是一个普通人吗 量子电脑是中国 要称霸世界的野心的一半的信心 打造一带一路 人民币扩张 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根本基础 2013年2014年 王恩格先生用我私人飞机飞美国 在美国建了很多人 我的私人飞机 就包括了张首胜先生 还有他的同事们 都是千人计划 王恩格亲口告诉我说 张首胜是千人计划的 我们共同的创造人 是我们这个国家党的脊梁 中国的三星将军 见了张首胜都毕恭毕敬 把张首胜的自杀 说成是自然自杀 因为赔钱自杀 或者因为所谓的几个同事 背叛吵架自杀 你把全世界人的智商 真都当成零了 你把美国FBI 都当成傻瓜了 看到了吗 到底什么 要性格 做出现 出现